字幕– 李嘉雯 經紀編曲入標 今天我們要談台灣的戲棋 台灣的戲棋 也不是兩個小時可以講完的 我今天同時希望講三個台灣目前最重要的劇種 一個就是歌子詩 一個南館與黎元席 北館與萬壇詩 南館是音樂,黎元席是利用南館演唱的戲曲 北館是音樂,利用北館演出的戲曲 就是亂南席 現在也有人唱北館戲 我們在南館也請在座的佩勳 給各位示範唱一段 北館 你唱亂台嗎? 北館、萬壇也請 這個 這個燕榮 蔡燕榮 來給各位唱一段 佩勳呢 他曾經學南館 研究南館的 蔡燕榮 燕榮 他是目前我們台灣戲曲界裡邊 大家都知道的 樂隊的指揮 達古老 傳統戲曲如果沒有好的 達古老的話 這個 是 難以演出的 根本不演出的 他 這個是這一方面 已經可以說 火候候相當的 如火存青 那他 給各位示範 這個 一段 亂講 把這兩個 戲曲的特質 就這個唱慣 呈現出來 歌子戲呢 歌子戲呢 是現在還 融入 我們台灣老百姓的 這個 日常的生活裡邊 也可以說是 藝術生活裡邊 影響還是很大 那現在的歌子戲啊 和百年前的 你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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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 從觀賞裡邊看出說 這兩者之間 怎麼會有關係 你這個差別怎麼樣 很大 那就是因為 我們台灣的這個 社會變遷 藝術 這個文化 哎 瞬息萬變 加上 這個劇場 現代化的劇場的設施 都 使得他呢 可以說 提升也好 或者轉型也好 都非常的 快速 我們先說 南館音樂 和黎元席 為什麼先說他呢 因為 南館音樂 可以說是 現在人類 還能聽到的 最古老的音樂 黎元席呢 甚至可以說 現在人類 能夠 能夠 欣賞 能夠 能夠 看得到的 最 傳統 最古老的 舞台標語 而且 可以說 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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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保留在大陸 而是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 陸港 的 合和 這個合和 所以 意義 是非常 重要的 把這個 南館音樂 和黎元席的 歷史 定位 和 藝術的這種 價值 以學術的觀點 把它呈現出來 我不客氣地說 是我在 1981年 寫了第一篇文章 六年之後 在大陸的全州排的學術會議 我會帶領幾個學生去 他們玩我們六年 南館音樂 而結論是一樣的 南館音樂 顧名思義 他一定是和你們對出的 別館音樂 我們南館音樂在大陸的全州 大陸的全州 有很多稱呼 南館音樂 南館音樂 専丸 宣館 梁靖岳 登岗 因为台湾称南管 所以他那边也可以称南管 这是他的称呼 我把它考察 它数据上 就是唐宋的大曲 还保存下来的一种古乐曲 1989年的夏天8月 我和许常慧 还有几位学生 到古鲁木齐 古鲁木齐的维吾瓦阿地区 做体力调查 他们演出来 当地的孟卡姆 维吾瓦人的孟卡姆 给我们看 我发现这个孟卡姆 和这个 宋大曲 可以说 基本是完全不合的 宋大曲 事实上就是由唐大曲 发展出来 唐大曲是用诗做在体 他的歌 就是他唱的诗 就是歌 那么这个孟卡姆 当然就传入中国 各位知道 像我们所谓尼桑 语曲 对不对 就是唐大的大曲 就是唐大的孟卡姆 传进来 那为什么逃到泉州 我们我和各位说过 泉州这个地方就是怎么样 但是呢 当年的海滨呢 重要港口 南宋以后 他的学术也相当发达 不出来像朱西啊 这些人 所以呢 又海滨周武之称 周武 海滨周武之称 周武各位知道 就是 孟主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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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滨周武就是 一个 东南沿海的 代表中国的文化群 中国三次这个 大灾难 都是北方迷走打下 往南方讨 那么中原的文化 就殆尽了怎么样 带进了 我们福建地区 我和各位说过 福建啊 因为三明之三 一边喊 只有逃难的时候 一奔冲进来 逃命 可是冲进来以后 就出不去 出不去 出不去就容易怎么样 原知 原味 原貌的 保存下来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 礼师怎么样 啊 啊 求诸也 在这个 像 弥商与一起 就传到 五代的 南堂 南南就是谁啊 南南最后一个 王帝是谁啊 礼后族 礼后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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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也会成 进了 南 这个 这个 不见 所以 他为什么叫郎敬虐呢 因为他的 戏神 就是梦常 那个戏神 就是梦常 你们知道梦常是谁啊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被谁抓去宠啊 宋太祖 所以这些啊 都有关系 有关系 那 我那个文章里面 那证明 南管音乐 他的那个 古老秀 哦 他是宋大祠的遗祥 是从各方面的 从各方面 譬如说 他音乐的这个乐队的组织 有所谓上司管 上司管 就是歌唱者 坐在中间 然后呢 然后呢 歌唱者拿着拍 拍就是吉 各位这个拍 他是五片 五片的拍 很古老的 你算是古代的乐器 有六片 我们南管还有五片 然后这个是什么 动修 二弦 三弦 琵琶 三弦 像这样一个乐队的组织 动修 他叫瓷巴 这个动修的这个行注 是唐代的 唐代 在大陆考古有发现一个 在哪里忘记清楚 日本的开唱乐 也有瓷巴 是唐代 所以你看这个瓷巴 唐代的乐器 二弦 三弦 也都是在唐代的这个 这个什么 乐虎杂物啊 等等啊 这些 书里面 记载什么乐器 都可以找到 他的琵琶 我们现在的琵琶 是怎么样呢 素的 他琵琶是横抱的 是用手来弹的 手来弹 像这些呢 他的琵琶 几玄啊 素玄 这个玄 表现他很古老的乐器组合 而这个什么呢 拿着节拍的人 等于这个小乐队的指挥 对不对啊 指挥 他来歌唱 这个又合乎了 我们汉代的这个 就是汉代有种叫香克歌 香克歌的歌 就是等于说我们现在所说的 小型的交响乐 这个弦乐 这个管乐 弦乐叫什么 是要看啊 那 那 汉代香克歌的记载是 书子跟相恨 书子这样伦斑的相恨 一起演奏 一起演奏 直截者歌 所以你看这个乐队的组织 的模式 完全和汉代的一样 另外从他的乐队的组织 这个我不说了 我有文章 在我有一个书啊 叫《地方序区概论》 《三明书局》 里面呢 做一种很这个 详细的 考证 叙述 还有 咬字统一 整个套取的结构 等等各方面 都可以证明 这种鼓乐 是 很古老 还保留大曲的遗祥 你看这种南管音乐呢 它 有 参同类似 足不取 各位 其实最后 民间的东西说进来 所以它的 古老行为那么厉害 所以它的古老行为那么厉害 指数怎么样 琵琶 对不对 用琵琶来伴唱 是一种歌曲 一种歌曲 而这个图是什么 契乐曲 它那种契乐曲啊 和唐代的大曲是一样的 从头变作 我们说唐代的大曲是 从头变作 对不对 一支曲子 不听反过 这个谱也一样从头变作 而且是标题音乐 比如说棉花草 它有六个乐章 八菌娃就几个乐章啊 八个乐章 等等这些啊 它每个乐章都有个题目 这个题目不是取来 而是来写这个音乐的面 比如说 棉花草 初春的棉花怎么样 种春的棉花怎么样 棉花怎么样 八菌娃 哪一匹菌娃如何 是这样的一种标准音乐 你看现在这样的情况 是没有这些 而我们难管 正经音乐都只能这样 所以啊 我听说 南关呢 音乐就是 泉州的男音 是宋大曲的遗响 他的这个历史地位 就非常的崇高 也只有无间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 也只有我们中华民族 这样的 这个博大 这种文化底润 才能传到现在 那么用南关音乐 来演唱戏曲 请问他是在把他 音乐上要雅画还是实话 如果音乐要把他演成戏曲 是雅画还是实话 当然只能实话 对不对啊 所以南关音乐在演奏的那些啊 乐师啊 各个都是血液很高的 世代夫 非常优雅的人 当年啊 我和南关发生这个 密切关系 是我三十来岁 刚毕业 我那时候在国瑜报 边谷经营所 国日报有一个闽南的先生 他是南关人 有一次带我去听他们南关 闽南业 我一听 一看他们眼中 我说哎哟我书本上所读的 原来在这里 所以我就大力提倡把他引进 我那时候上的这个课堂上 词曲的课堂上 然后 让他们示范演奏 在台大呢 把他展现出来 这是我对南关的开始接触的 后来啊 我和许常会 把在台湾的南关 从基隆 新竹 台中 陆港 台南 一路 做示范讲座 我和许常会 隆藩上台演讲 音乐跟着伴奏 因为我觉得 台湾老百姓 已经都忘了 我们有这样了不起的一种 艺术文化 好 黎原戏 我有一篇文章呢 考证黎原戏 这篇文章是我第二次得到的 我们全台湾呢 所谓 这个国科会的杰出奖 就是 遗言戏 我把它考察出 遗言戏啊 有三个戏 这也是大陆的学者们 没有碰到军主 各位可以看出来 后来我有一阵子 驮到我们 台湾地区 去闽台地区的传统艺术文化 的研究调查 我就是把它学术化 原来一般的做音乐就是彩集 像我的老哥许常会去采集 收集 他做创作资料 但就没有学术的研究 博士调查以后 把学术化 研究竟 拔研究竟 大铃研 小铃研 小铃研 又叫七子班 又叫什么呀 小铃研 大铃研呢 大铃研就大青年人的运动 叫上鹿 下鹿 下鹿 尚铃 下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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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东陆,江南西陆,福建陆,类似这样,就是省 福建上边的省就是谁啊?浙江,浙江东陆 江南东陆,就是现在的浙江,从上路传到泉桌的离烟,就是上路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浙江的温桌 就是浙江的温桌戏文,也就是南取戏文 现在离原戏所传下来的上路的大离原的剧本 其中古老的就有15个剧本的汉,南取戏文是一样的 所以明显是不是穿过来的啊? 可是这个下路啊,大家都搞不清楚 我发现下路,他又叫下南枪 那什么叫下南枪呢? 就是泉桌枪 因为在福建,就在福建而言 他是中国的南方 所以下南枪事实上就是泉桌枪 也就是说,这个上路的传到福建以后 他和泉桌当地的土枪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品位的离原戏 就南取戏文 上路还保留南取戏文 演出的都是夫妻的离北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 或者是什么样的? 战公考取状元以后 就抛弃怎么样? 做复兴仁啊 王葵复归英啊 等等这些 啊下南呢 演出的内容就比较粗广 比较这个什么? 这个庶民性强 所以演出的大概都是公安啊 社会的不平啊 这些公安事啊等等 那么小黎妍又是什么呢? 小黎妍我的考察 发现他现在小黎妍的移出啊 动作上有很明显的什么特征啊? 傀儡的特征 你就说演戏啊 那个动作有傀儡的特征 比如说 他呢 他呢 这个 这个 出手的话 就是到你额额 额头 分手的话 一定到狗窄 那么如果出手这样比 就到怡间 啊 那些基本的动作 你看到尤其淡脚 那一种步伐 是傀儡的动作 还有 官员出来 对不对啊 哪有人走路都是这样的走 八字步 那就是傀儡 拉怎么样 拉线那个脚的动作啊 手啊 都这样 所以傀儡系的动作很丰富 那 而这个 恰好在南宋 不见的傀儡系 非常的发达 有各式各样的傀儡 各位 误行一下 玄师傀儡 帐筒傀儡 药发傀儡 水傀儡 还有一种 肉傀儡 肉傀儡啊 它是一个小众 说小而后生辈为主 肉傀儡是由年轻的小孩子来演的 好 如果 如果 我还写过一天 田雷调查发现 在泉州啊 要演出傀儡系 就用那个田都元帅 出来踏平 你们这踏平什么意思吗 田都元帅 就是一个傀儡 叫田都元帅 他做小孩 小孩专班 他出来这样跳来跳去 叫踏平 干什么呢 那 古人啊 总觉得发生灾难 或者生病 都有邪其邪 他要消除 尤其在古代 演戏的时候 常常戏盆 到 压死人的情况 历史上还记载 压死了五十几倍 所以呢 就迷信 要踏平 那怎么演这个呢 最起先的演款 就找个小孩 然后大人站在小孩后边 一边唱 一边比手 比如说 比这样的手 小孩就把手这样子 比这样的手的话 然后小孩就把这个傀儡往上演 完全是傀儡的动作 这个在台湾以前还有 最近没有 抗战的时候还没有 所以说傀儡啊 就是 有小孩子演出 那个更演 还明白 宣德年间 由于这个什么呢 官员啊 呃 太米难的声音 歌曲 瑕稷 风流 这间一支歌曲 那官员要喝酒 没有人唱曲 所以对这就怎么样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坏的风气 叫完童装蛋 把那小孩子 把那小孩子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小孩子 扮成蛋脚 扮成蛋脚 叫他们来 重任歌曲 吃后你喝酒 这是蛋脚呢 这个小孩子扮成蛋脚 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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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 有一种变态 叫做戀童症 有没有 这明代的人最厉害 金平美啊 什么有的啊 包括 红楼梦里边的哪一个啊 你们仔细 骨一骨干 红楼梦的贾宝义和秦宗 啊 这个也莫名其妙 所以 西文倩 等等 年代的四代 就变成很快的风气 所以 旗子班 李彥夕的旗官 在这样背景里面 形成 各位那一天 上个礼拜 我们看的那个录影带 你们有没有留意啊 有 我说 这个就是演戏 是不是都小孩演的啊 两个小孩演的啊 所以 妻子班 就是 永家戏文 永家杂志 传到 这个 泉州以后 绝合当地的 若葵里 小蜜人 产生的 三个这个类型 这三个类型 把他考察出来 就是 啊 就是 起先了 大陆学者 里面都搞不清楚 我们现在就 轻轻 除除 所以 你看 像这样的 黎元席 传到我们 台湾来 就保留了 一个 妻子班 小黎元 可是 大黎元呢 他又深入了 两种式权 一种叫 高甲式 所以 高甲式 在台湾可以叫 南管式 因为他的音乐 主体还是什么 主体还是 南管音乐 但他加入 武式 加入武式 宋江镇武式 但台湾的 老外星 学者 基本上 就把它叫 高甲式 那为什么叫高甲式啊 黎元席原来演出的 都文式 没有文式 开始呢 加入 宋江镇 拿刀拿槍的 女士 就 轻轻他 怎么样 哥甲式 哥 这个 缅南话 这个字 不高 也可以 读怎么样 也可以 读哥 所以 变 变高甲式 然后呢 高 就读高 所以 还保留这高 这个 高底下 这个甲 不高 不高 又被交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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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些什么呀 西班 高大高大 一时 被国咬式 这就是我们说的民间民学怎么样 殷童或殷竟的额变 叫我们高甲西班 还有 还有 再变 叫高 寫成高 所谓也寫成九甲式 那 高 那他正好是九个演员在演 所谓 高 那有些学者呢 九个演员在演啊 所以那是九甲式 其实 一时 将变 另外 还有一种 在台湾 白字 各位要知道 白字 是对什么 有的 这个官话 白字 是对政治 政治就是怎么样 发音 按照 偶语 我们现在所谓偶语 就官话 啊 那么白字 就是白话 就等于官话 所以用闽南 在闽南地区的白字 是一定要用什么 语言很粗啊 一定要用什么 语言很粗 要用美人话 民间的白话 那么广东的白字序 也会不会一样啊 那是广东话 所以同样的白字序 不同的地方 一致就不一样 各位 各位 这一种音乐 这一种戏 它的重要性 就是如此 因为时间关系啊 我们就不能再谈其他更多的 但是把这个 它的历史地位 和艺术 就是这样子 给各位 简单这么介绍 给各位音乐 它是宋大曲的遗强 在戏曲上 它是宋年南戏的怎么样 的面貌 婉然可独 婉然可独 也可以说就是目前现存啊 世界最古老的表演艺术之一 现在它已经也被联合国 把它内入为 人类共同的 文化资产 其实它的历史地位 文化价值 都是 超过 空群空群 可是呢 就是 它没有向空群受到 那么大 缘故是什么 它毕竟 现在已经沦为 地方戏群 但地方戏群 也还潜藏着 极为贵重的古老剧 好 我们现在还有 大概十来分钟 五一二十分钟 就请佩勋来 替我们示范一下 这个难管 的这个歌唱 那英文老师昨天有说 就是今天要稍微示范一下 然后我给大家 就是准备的是一个很短的 入门曲子 然后呢这个入门曲子呢 它叫做 我们在称呼每一首难管的曲子 其实都是从它 每一句唱词的最前面那几个字 就像诗经的那种命名的方式 所以这个曲子就叫做 风打梨 就是那个公尺符看不懂 没有关系 只要看得懂国字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会说 我们现在来练什么曲子 我们就说那就是风打梨这个曲子 然后呢这个曲子 我选的是 植谱曲里头的指套中的 这个是指套的最后的一个曲子 然后你看到它是三出嘛 代表是说这个指套 它有 它是有三个曲子结合在一起 这是它的第三支曲子 那刚好是它的最尾巴的一首 所以它又叫做指尾 就是指套的尾巴 所以我今天选的是这个 那这种指套 通常一般都是在每一次正式演出的时候呢 所有的就是乐师 或是来玩的难管人 大家都做定了之后 大家都开始进行就是 纯契乐的这个合奏 那这个合奏 虽然它是有带有歌词的 但是一般大家来演奏的时候是不唱的 但是呢 为什么我会选这首 因为这首非常的轻快 非常的容易 因为它是迭拍 那迭拍速度可以比较快 对于我们这种 刚入门要进去学难管的人来讲 老师会先选比较轻快的曲子 让你们唱 不然一开始就给你们七条拍 三条拍那个就会很慢 然后学生就会学得很没有耐心 所以这首非常的轻快 而且又很好听 而且很短 所以对于就是初学者来讲是非常的容易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谱是讲的这样子 然后右边会有所谓的小圈圈的谱 就是封这个字的 最右侧这一个会有一个圈圈的地方 这个就是难管的拍位的地方 可是你看哦 这是第三书嘛 所以这个谱的第一行 这个其实是它第二书的最后一句 对不对 我没有把它截掉 是因为我要让你们看到说 这个像个顿套一点的地方 就是它的聊 所以这个叫做聊拍 就是这个子聊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晚上拍位的方法 所以可见上一首曲子 绝对不是叠拍嘛 代表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那上一首曲子 它其实是三聊拍的曲子 所以是很慢的 所以通常就是没有耐心的话 就是我们有时候 然后比如说大家合奏已经时间来不及了 大家就会直接就是直接唱这个合奏 这个最慢的最快的这一首 然后前面第一出跟第二出大家 大家就不合奏 因为看时间的长短 好然后呢 这个第三书是标示说它是纸套的第三书 那寡碟的意思是它的门头 门头就相当于是标示说这个曲子 它的鸭的这个音乐的韵 会大概是什么样子 好然后呢 我先答 因为它是全州话 所以待会我唱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跟不上我唱到哪里 所以我大概念一次说 如果用全州话要来唱这个曲子的话 它的发音大概会是怎么样 它全州话跟我们现在台湾通行的 张周英的门南话是不太一样 有一些字不太 念法不太一样 然后呢 我就直接念就是我准备的这个地方 它叫荒帕来 所以我们平常念洪对不对 纯洪纯洪 可是在全州话它是念荒 所以是荒帕来 山降起 烧烙烧烧烧烈楼命 夜通告地拼 好 然后呢在门南语 就是特别是南管音乐的押韵里头 你押一的音跟带鼻音的音 都算是同一个韵部 所以你看到我的I上面有一个符号 那就是上鼻音的字 就是牙跟牙这两个差别 是不是只有插在鼻音的區別 但是這個字都算是同一個韻布 都是它可以放在一起的 好,第三行 ジョン・ワン・ホン・ジュー・カン・ヌイ・ジ 這個有一些音大家聽起來比較習慣 那是因為它是全州音 壯元紅跟這個ジューカン・ヌイ ジューカン・ヌイジ 就是五子的荔枝 這個都是全州當地盛產的荔枝的品種的名字 壯元紅是一種荔枝的名字 就像玉荷包的意思 就某一種品種 好,憨藤菇赫浦漆 就是全州話的火要唸赫 不能唸會也不能唸後 那憨藤菇就是紅骨粿的意思 這是那種糯米做的甜甜的糕點 所以他們就是拿來就是祭祀祭品用 所以從這個曲子 你就知道它是在秋天雙降時候 然後赫浦漆這個漆就是螃蟹的一種 就是用火去烤那個螃蟹 所以你就看到的是秋天的景象 他們怎麼去享受那個時候 要吃柿子啊,要烤那個燒餅來吃啊 要夾這個第一瓶 應該就是紅燒肉那種東西 就是把它夾在裡面就很好吃這樣 然後要吃荔枝啊等等的 然後要拜拜啊,要拜還不貴 然後他說 燒醉湯干咖 消失糖連荔枝 所以這個荔枝它也是上筆音的字對不對? 它就不是枝這種手哀的音 燒醉湯干咖 就是說天氣很冷 因為已經到秋天嘛,入秋了 所以他就拿那個就是端那個熱水來洗腳 所以就覺得很舒服嘛 對,燒咖這個凝這個字 它很乾就是說被天氣動壞了的那個腳 所以就是那個冷冷的腳 然後泡在那個熱水裡面就很舒服 這個消失這兩個字就是那種 在黏耳朵的掏耳棒 在米南話就是消失 湯連荔枝拿來掏耳朵 覺得好舒服啊 所以湯度過的滴心,湯度過的滴心 湯就是暢快的意思 就舒服到不行的意思 好,但是呢 這個曲子它其實 它前面你看到它的鴨的韻是 收哀或者是哀的音 它在它後面轉了一個收哀的韻 或者是哀的韻 所以其實這個曲子 嚴格來講 它其實是望遠形轉胡共揚的疊排 但是就是就難管因為很仔細的分下來 它其實是結合了兩個就是門頭來講 所以它換運是很合理的 然後後面是中秋歌 就是我們的月亮的月要唸歌 好,酒生湯 所以它已經換成是安的韻對不對 蘭甘伊蘭甘 三瓦飯心瓦酸 五萬吉德 意思是說有一個女生 她在中秋時候想念她的情人 然後呢 但是她一個人就靠著欄杆 她越想越心酸 這個一個木字旁在一個翁絮的翁 這個翁就是期盼的意思 就是一個閩南語的字 就是我一個人吃吃的在這邊 就是等待你期待你 可是不記得我吃人 但是我等不到我的情人這樣子 然後呢 有聽見有聽見 就是烏言前面下面的 替背叮噹 替背叮噹 這個替背不是腳踏車的那個替背 是風鈴 屋簷下的風鈴被風吹動了 那個聲音就響了 我就想起我自己 一點春心 就伊朗涼朗 這個丟就是閩南語的被動詞 是我的一點的春心 就是被這個情人給挑動了 所以我在思念那個人 所以呢 這個女生伊朗丹 想無丹 我靠著良情在這邊賞著牡丹 但是這個賞 這個是有的曲譜 他寫的是繡花的繡 想無丹 都可以 就是這個很難講 他正確字是哪一個字 但是舉目看是 拉拉拉看 所以他們有一些音真的是比較難念的 好 講音喝死你人三間拐 所以他其實是有收到收 哇的音的 也有收紅的音的 所以後面的韻角比較亂一點 他說 最後兩句是 對金雄金 掛掉等關 所以他的關跟拔是已經換了 就是這個 這後面這幾個字是同一個韻 然後最後一句是 對金雄金 那是掛掉我等關 所以通常最後兩句會反覆 所以這個就是即便他是 通常每一首曲的最後兩句 他的歌詞都會反覆 然後速度都會減慢 那所以待會兒我唱出來的字 就是剛剛我唸出來的音 好 那我們回去看一下 然後呢 待會兒我唱的時候 會稍微打一下拍子 就會看到說 這個一定是要算拍子 就是我打的拍位 已經是這個圈圈的這個位子 所以我們要按照這個速度來看 然後這個曲子很快 他是疊嘛 疊就是不代聊位的 所以他的速度大概會是這樣子 好 那就示範一下給大家聽 那你們看你們跟著上多少字 就盡量跟 但是這個曲子已經非常快了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再解釋一下 就是如果說 為什麼難拐音樂的養字 老師有時候會提到說 他其實是比昆曲還要再更早 就已經有所謂的 自投自負自尾的唱法 因為這個曲子比較快 所以我大概只能示範這個 唱快的唱 我們現在看到 一二三四五 第五行的這個字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指出來 這個唱快的唱對不對 他是 他的音是 六這個位置的點挑點挑點 點挑點對不對 所以大家想說這個字要唱這麼多個 就是唱這麼多拍 我們在唱的時候 這個字是 可是我們在唱的時候他會猜音 因為要根據這個指法 所以我會唱成是 所以他變成是先唱 T1的音 然後再唱 先唱這個 然後中間收這個 然後最後才會唱到這個音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 雖然這個曲子很快 但是你就要根據他的指法 拆成這樣這三個音來唱 所以我們一開始不會直接唱成 T1就一直這樣下去 他一定是拆開來唱的 所以這個音會比較明顯 因為後面他還有一個這種點挑點挑的這種唱法 這是第二頁的第二項 這個一郎的一 可是因為他就只有一個音 所以你聽不出來他拆開來唱 但是因為這種點挑點挑他都會有點分開斷開的音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曲子最明顯的會是這個 T1的這個唱法 我們會比較感覺到他是有猜自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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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呃...開始 或是 Nathan 他演唱 弟弟 是呀 路是呀 生日出寶貧 咪咪咪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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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咪咪 全玩好酒 乃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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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咪咪 咬集湯蓮気 天荒讀没帝石 天荒讀没帝石 帝奥笑风暴 熱水淌 男感 既男感 三瓦本身 阮生五 冠一等五 一金冠一人 雙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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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天 买丁冬 乖丁冬 这 点春 心中 一人 美丽冬 一凉冬 三瓶冬 三瓶冬 一粮丹 太無丹 我眼看 說句好事 麗麟 三坎坡 對今生枕 我得要等我 我緊緊生枕 我得要等我 好 就示範到這裡 因為美南話有七個音 入聲非常的清楚 所以佩馨剛才就頓錯的音了出來 剛才他說這個鳥啊 也是很古老的語言 鳥拍 當時候 鳥拍又是那個大鳥 是在哪一個人的書 我還記不清楚 他有這麼一句 說顯唐明王 二千公里 達了回 所以這個是當時候的語言 還保留在現在的 我們南館裡面 這唐代的書 華清宮里 達里 瞭 這個七瞭拍 你們會睡覺 你們會睡覺 他等於是四分之十六 慢三了 是四分之八 快三了才四分之四 你剛才唱的是北拍 北拍 北拍 那個 南館啊 不用不稱功調 要稱門頭 門頭大概就是 佩馨兩書 這等於我們簽了敵色 我們的敵色叫做 管門 我們的 如果是敵色的話 在南館要叫管門 管 管門 管門才是管音 就是音要用哪幾個音接的 管門 門頭是比較接近曲牌的意思 門頭接近曲牌 對對對 那還有這個什麼呢 滾門 滾門它只有特別指 就是中口、短口、長口 那個家族的曲牌 這滾門一直搞不清楚 我認為滾門 就是我們講過的 孤舊兄弟 這一系列的 他在節拍上 語言旋律 這個這個這個 音樂旋律啊 是比較接近的 那個主群 反正是中國音樂 你看他這個還保留 現在 孤舊兄弟 我們講過 都還記得嗎 就是 像 扁醬醇 混江龍 渝烏露 季生草 這一系列都排在一起的 就叫 孤舊兄弟 好 各位休息五分鐘 我們馬上呢 我們馬上呢 再來講北館 嗯 為了這個採取一種對比 所謂南館剛唱 馬上唱北館 好 就連這些 歌用馬步 聽一聽 有什麼樣的分別 好 因為我沒有特別準備福利 所以比較不好意思 可是 我等一下會先念一念看 然後 他是有一段的念擺 因為這是屬於就是 北館裡面 他有 Heak 跟Yuke 然後的部分 那個Yuke的部分 比較偏向小曲 然後這個 Heak 的部分 當然跟演戲戲劇有關係 那當然北館另外一個 就是比較大的系統是 他分 吸入跟服入 那我現在 就是今天選的這個呢 他是服入系統裡面的 然後 也是 也是比較入門的一個款這樣 然後 我會拿就是 剛剛那個 北館有說 就難關的部分 然後他們是 他們是稱 拍跟聊 可是我們會 會是 所以我們也是以 反演來稱 然後 等一下 我示範的這個戲呢 他是 古路的一個 雷神洞的一個 宋內的一個段落 然後 因為我是上 就是我學的時候 其實我是唱 船口 所以 可能會比較不像 就是剛剛 北館上面 這麼的 優美 對 然後聽聽看 然後我等一下 我也可以再重複的 再唸一下那個 詞的段落 然後這個是 代替的啦 因為今天沒辦法帶鼓來 然後即時帶了鼓來 也沒有下手 所以 就是我就打板的部分 然後跟那個 以這個來代替鼓 打一下那個段落 然後 中間的過門 我會唸那個 公尺譜 就跟佩勳剛剛一樣 就是上面 有些公尺的部分 是 因為它剛剛那個是疊版 所以當然中間不會有那個 小小碎碎的那個過門 可是 因為我今天選的呢 這個是 平板 就是它 如果要以剛剛那個算 應該是 四四拍 就一板三眼的部分 然後 因為它 即使它是做唱演出 也還是會有打螺骨的部分 所以螺骨的部分呢 我一樣會用 就是因為我們螺骨是用鈴聲字 所以我一樣會 一邊打一邊念一下那個螺骨 那 嗯 感覺一下 好 大骨 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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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夾夾矿 文鷗木柳宅兴堂 牛白千水眶嬌陵 致應白腦高藍炎 漂流淑海雲不通 矿有矿矿 宅兴 矿矿 姓鑿明矿影 標誌喧囊 奈是山西平洋戶 西如賢零時 致應在驎七九創活 在高藍炎大肆入圍埋怨 爹娘曼谷 心臟不知 皇后逃心 由修騎乎如驎兮 明莫忘關西彈青 姨嬤來到清門關 以酒思乎相悔 不像得了一兵 落刀條敵 兵替暗戀 緊早起來天氣晴亮 不面前到關前關好 一彎一彎 變了 變了 變動曠 剛剛那個字的部分 需要先翻國語嗎 要 好 他念的呢 既不是閩南話 也不是純粹的國語 那你不要討出幾個什麼 遠南話的西北官話 等一下我再說 好 所以他有好些像國語 對不對 但又不是純粹的國語 那你不要討出幾個什麼 遠南話的音調出來 這個是槍調交流的必然之類 好 我先示範兩句的國語轉好了 文濤武略在胸膛 牛背潛水困交融 然後是 文濤武略在胸膛 牛背潛水困交融 就是還是有一點點 就是老師說的有點像台語 好 然後我唱一下那個彩板 彩板呢其實他就是 如果以金句來說就像是導板 然後導板就是沒有節拍的 是閃板的 彩兵洞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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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汽 词啊 词 der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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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碰头版 就是接下来还是榜位的意思 濠啊 啊啊啊 公娘菜公 上餘母 啊啊啊啊 啊 动 interf 动 树 相 好 口村催眼催相虽 核宅断 好咻工合扶煙 相居相扮好 相好咻工相 至二楚 障礙相實好相 你千 verloren照 慢私 合三清 滑山峰山后甸 滑山аний 山谷 臭�ý 梁皆朗 孙真 滑山南 光利 冬帝 当叮咚 拜祝高心啊 心啊 擀好擦风好 上香好 擦流擦风好 擦香素好 愿悲 当叮咚 kon 叮咚 乏香 擦流风 三世衙 Mother 平壤 un 校脑紅虎,酥酥好傭,酥 wrapper toast,想好力敘 寫落天啊,叫閥幾次,伊娅 心時萬全沒有拯想,anto不走,跟鐔罵走 面穿來而且散艷,我好情 高質 Sne Seal整人,舌風美術 好 就先到這裏 然後會發現它其實只有上下句 因為它是板腔體的關係 所以它就是有一個上運的腔跟下運的腔 那只是說這首比較特別的是 它裡面多加了一個珍珠點 就是那個 夾主在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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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部分 所以就是它這個曲子的特色 就每個曲子 它會在裡面參加別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它的特色 南管漓言詩是詞曲詩曲牌題 也就是說 它是用詞和曲的場管劇 做它歌曲的在題 在音樂上它是用曲牌 用曲牌來承載這個歌詞和語言旋律的 因此呢 像南管它每一個排調 幾乎就有一個排調的個性 還有它咬字吐音呢 因為把字音呢 要融入音樂 那麼各位知道 一個字音 有字頭字腐字尾 有聲吐 皆因 原音 韻為聲調 這些都在融入音樂之中 可是像北管 剛才他唱的不論 它是屬於 詩詹詩 板腔題 詩是七個字為一句 六十個字為一句 你剛才唱的那個七個字 但它在七個字的音節裡邊 那些腸胃加入怎麼樣 一些秤出什麼阿 或者什麼這一些啊 這個泛 就等於是泛 泛聲 就有音樂音的泛聲 有時候這個泛聲裡面 還用什麼來取代啊 用一種音符 對不對 宮崎宮什麼這些音符 來調劑它這個 詩詹詩比較刻板 對不對 七個字 它基本上是 二二一的這種節奏 所以它就加入這種節奏 還有它是一字一音 一個字唱出來就是一個音 這是兩個很大不同的體系 所以南館是雅的 北館是什麼樣 俗的 這是很明顯的 那麼台灣的北館 只是因為要和南館來對比 這一個名詞 因此北館的範圍在民間 各位知道民間對一個名詞 他們有沒有非常整密的邏輯觀念 沒有 因為台灣來館 閩南 南館 時代早 已經霸佔了這個鄉土 所以其他外來傳進來的 主要不是南館 它都叫什麼 就叫北館 主要不是南館 就叫北館 所以北館的範圍就相當大 北館的範圍啊 和南館對立 還有北館系和南館系對立 其實是民國六十年以後 台灣的學者未來要研究 才把它覆入 起先要亂談 但亂談的時代就不早了 所以現在來北館 就是相當寡厭的東西 不是南館 都叫北館 第一 它包含 冒檔 就亂談 又有各種清風 第二 在西皮 是尖 對 那一段館在康熙年間 在康熙年間 在康熙年間 他是組這個什麼呢 陝西的 是組陝西的 是組陝西的 在康熙年間 和甘肅的東邊 這之間有一個龍山 龍山以東的地方產生的地方腔調 叫龍東調 因為它是古代秦國的西邊 因此叫西秦槍 南萬唐最早是這份子稱 乾隆以後 西匹二行的那個弱感 乾隆以後 這非常複雜的東西 第三呢 叫幼齒 幼齒事項是明清的雜齒小調 那為什麼幼呢 幼就是細的意思 因此幼齒呢 幼齒是接近昆腔的 所以一般人呢 又把它叫昆腔 他的音樂 最近昆腔 是曲牌鐵 大概南館音樂呢 與戲齒有關係的 是這三種 七月齒啊 我們就不論 啊 這一種呢 會做戲齒演出的 這個半仙式 以前 台灣戲齒演出 都是在廟會 對不對 廟會裡面 趙立要 八仙祝壽啊 或者什麼 群仙祝壽 他們唱的就是 這個幼齒 叫昆腔 那為什麼亂談 又唱 古路 古路 舊路呢 因為亂談 先 傳到台灣 西琴腔 南館 往東傳 到陝西 就叫琴腔 山西 就是山西邦長 或者陝西邦長 他通俗化 就拿他的 那個什麼呀 他的節奏 找坑 你看剛才 那個很清脆很亮 那個就是 幫子 你打那個 幫子 很響亮 所以就用他的 節奏樂器 所以這種音樂 是不是節奏要非常明朗 原來是幫子 陝西幫子 然後有 到河北 河北幫子 河南幫子 山東幫子 在河南幫子 河南幫子呢 河南幫子 就算盛 那河南幫子 勢力大 又往這個什麼呢 往這個江 河南 尼泊 就變成江這一代的 江這一代的 江這一代的亂來 然後 又傳到 台灣 各位,我寫過一篇文章,修正了大陸的醜 因為我去做田地調查 以前都說,台灣的亂唐、北館傳之於島 其實我們台灣的葡萄在大陸全州的會安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 我當面和那個寫文章人士討論過 在會議上我把它併播 因為台灣的南館,台灣的北館 我們台中的南館一帶 在乾隆年間就有了 就有,像現在不傳的 可是還傳的是什麼呀? 還傳的就是陸港的怎麼樣? 李春元、北館 他什麼是帶的呢? 加錢 而全州會安 恩會會平安安 能鎮明的只有關係年前 而且只有什麼樣? 只有這個早期的事情 我們台灣是 比較古老的多 怎麼古老的多呢? 反而是你那邊傳過來的 你光細怎麼會傳到 傳來嘉慶年間的東西呢? 所以這個是直接 從 你看台灣空使 連韓 就說亂談是傳自 將來 就是河派 不是傳過福建 這一點要修章 那因為 他是從河南 那河南的 這個 有黃河 落水 我們以南人 自稱是從河南故事 搬過來 那故事就是在 河南的河落地區 我們熟溫學的 就有用了 我們熟溫學的 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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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音之轉 所以你手槍的 無路 河洛 和這個 河洛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亂談 這個就是 來自 河南的 河洛 地區 也就是 西群腔 流佈到 流佈到 河南的 邦之城 這麼過來的 西群腔 在明代 換一年間就有 就建立記載 所以 這一路下 這個很複雜 很複雜 我現在檢閱 把學術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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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群呢 也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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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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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的襄阳,改成为襄阳钓 因为襄阳的枪钓的势力大,吃掉了这个山上帮子的帮子枪 但是襄阳人总觉得,我们这个曲子枪钓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而襄阳人的地方语言,匹儿就是曲子 所以西匹是什么意思啊?西方传来的曲子 现在懂了西匹的意思了吗? 怎么西方有匹,这会变成什么? 其实就这样 阿尔华呢,又是传到了江西 江西哪里啊? 遗法,传到江西遗法 就变成遗皇羌 这个遗皇羌传到了江浙一带 因为江浙人的口音 遗又作阿,黄又作王,不分的 我闭南话,你看 黎,黎,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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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差不多阿? 所以阿,就称遗皇,遗皇,二皇,二皇 这样一个叫文献象记者 有四种写法 结果哪一种被大家所所观用的呢? 阿,就阿,说阿,也是什么? 也是针子羌, 的地方画的 地方画的结果,西匹比较刀摒,明啊 阿黃比較平和、比較純潔、適合比較卑鄉 這兩種腔調恰好跟戶口有關 所以嬉皮阿黃是不是就可以兩下坡變成兄弟槍掉了 因為他的原始的直線根源都是什麼啊 都是邦子強 邦子強到了乾隆年間 又加入了這個亂談事業 為什麼秦強啊 康熙年間從龍東一代、陞西一代傳印北京以後被稱亂談呢 因為那時候的人喜歡聽什麼啊 文人喜歡聽什麼 昆曲啊、昆腔 對這些地方腔調來說 這幾個亂談一起啊 所以亂談就這麼簡單 那到乾隆 西皮阿黃起來啦 那現在是亂談 所以亂談的意義啊 就變成坤 坤、坤腔以外的都叫到哪 地方 因為坤腔把它歸為雅部 文雅的雅 其他地方的五花八母 就叫花布 花布 就俗 就通水 好 各位現在這些領主很不早 但是 你把它梳理就清楚 這個西皮阿黃 根源是在湖北 所以叫不短調 也叫九調 他在 襄陽 結合 像是一樣 在乾隆年間 進入北京 恰好有個句話 是安徽 的揮班 因為揮班 是 延商 延商有錢 所以揮班在 北京 這個劇團 就 就相信 國防比你們 有錢 所以大家呢 就覺得國防演得好 因為 錢差了好幾倍 一個國家給的錢 一個是學校給的錢 當然 這不一樣 所以揮班 呢 就吸納 西皮阿黃 那 在北京一定會什麼樣子 被北京驚化 北京的語言 是官話 驚化 在這個同志林間 出來一個大表演藝術家 叫 譚心奎 連接大法 他把 這個 西皮阿黃 的聲音 在押韻方面 用北京的語言系統 十三道車 可是 生母方面 保留了 襄陽一帶的 武廣 調 武廣 生母 所以十三道車 是北京的語言 韻舞 和北京話一樣 北京人聽起來 就是 是不是大派可以接受了 就可以聽了 可是 西皮阿黃的原汁原味 是在 是在 湖北啊 襄陽啊 那保留了 它的一些什麼 一些生母的韻調 融合在一起 就像我們現在的昆渠 昆渠的這個原生地是哪裡啊 昆渠的原生地是蘇洲 蘇洲的語言是怎麼樣 無語氣 無音啊 方語 可是現在我們 都聽得懂 昆渠 但是昆渠 又有些音 還保留怎麼樣 蘇洲音 因為在明淡 就拿中原音韻去觀化化 把中原音韻的押躍 送給了 這個 這個軍軍 還保留了一些 無音的系統 所以 他才能留步廣言 如果 軍據不觀化化 不北京化 北京就是觀化化 他留步了跟北京全國 道理都一樣 道理一樣 那這個福祿 流傳到台灣 因為福祿 就是西北觀化系 也不是純粹的現在的北京觀化 所以傳到台灣 也要和台灣閩南語結合在一起 所以剛才 燕榮 唱的這個什麼 唱的這個亂談 是不是有 有關化 關化這些 接近現在國語 但是也有閩南語的味道在裡面 融合起來 就是台灣的這個 地方化以後的亂來的事 所以台灣的這個 亂來 是既古老 又有台灣的這個什麼 台灣的這個地方特色 目前 在整個中國 他既是個文化標本 地位還是相當非常重要 西皮阿爾房 西皮阿爾房 到北京的 進化 西皮阿爾房 往南流過 會經過 江西 湖南 湖南 四川 也從江西 流入 不見的西部 所以我去做調查 我也帶了好些我的學生去 當年 我現在沒這個力氣幹這個事 閩西漢俊 閩西漢俊 就是沒有精化的西皮阿爾房 閩西漢俊 漢是哪個地方 漢就是漢水流利呀 叫湖北嘛 閩西漢俊 遇到了 漢洲 所在漢洲 傳下來的北館 的南館 漢洲有這個什麼 龍海縣對不對 就龍海北館 就是 閩西漢俊傳下來 這個是 那麼 傳西皮阿爾房 傳到台灣來 應該和漢洲有關係 那比起 比起 亂談的 亂談的這個方子來說 他是年輕的 所以西皮阿爾房就叫 辛陸 亂談就叫什麼 舊路 你現在搞得清楚了沒有 你 做了那麼久的 這個北館音樂 現在清楚了吧 好 他西皮阿爾房 就是沒有經過精化的西皮阿爾房 所以 味道和 經濟的西皮阿爾 接近 但是不完全一樣 各位 各位 這個 研究中我戲覺得 學問 真是很麻煩 語言的問題 藝術問題 文學的問題 各社會 各社各樣的 都要觀色 好 所以這是 我們台灣 目前 是兩個很重要的 這個 劇組 武朗劇組 但是現在都非常夢幻 很夢 但是在 陸港 青水一帶 還有一位叫 吳樹霞女士 他對南館 澆水 推動 吳樹霞就是 幾十年前 三十幾年前 我 在 鄭屋 和兩位先生 可以說怎麼樣 直接對幹 說他48歲太年輕 我說不年輕 他 因為 我堅持推薦他 他得到了 教育部的 新傳承 南館音樂的 藝術保存者 這樣的一個身份 就能為支持他 把台灣 南館音樂的 一幕就這樣成為 前幾天我在公民電視 看到他 叫個學生 演出了南館戲 比現在的泉州 要更加的大地 聲望動作 咬字土音 現在的泉州 就被一些西方 學西方音樂回來的 改良改完蛋 很可惜的 我曾經在 夏林泉州 和這些人辯論 包括 這個 鴿子詩 能不能用美聲唱法 但是 各位同學 最後的聲音都是你們真老師 因為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學術的根底 我們可以分析 你為什麼做 為什麼不能用 西方的美聲來唱 因為腔調 是怎麼產生的 是從一個字音 所含腸的元素 產生出來的 語言旋律的特色 一群人住的地方 產生當地的土牆 當地的土牆 就是當地一群人的 語言的共性 而每個人呢 用每個人不同的音色 和口法 口法就是 掌控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因的每個音都有發音部位 從嘴唇的叫雙腸 從牙齒的齒音 從喉嚨無異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有清 有濁 有送氣 有不送氣 這都是靠著你 口法的掌控音 而每一個民族 嘴巴露出來的音 的元素各自不一樣 你譬如說我們有捲舌音 唐人有沒有捲舌音 沒有 我們有聲調 所有洋人 無諾人 你好嗎 對不對 他就沒有辦法 你好嗎 我們一個字一個音 可是洋人是什麼 是年音的 一個字多音的 這樣不同的這個 這個 這個語音的元素 加上每一個字音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時代 都有不同的音質 所以 中國的歌謠怎麼可以用西方的美聲來唱 你唱出來就是不倫不倫 我帶黃湘年去 唱歌子戲 我們用台灣的這個什麼呢 我們用台灣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什麼呢 美南最純淨的發音 以至於 本社 他們的棉花醬的演員 用美聲唱法 結果演員 以後 坐在我旁邊的 這個福建省的文化廳長 叫王鳳章 這個人 後來對我非常的 他們的 客氣幫助很大 我去調查他們 一直公民下來 完整完 走軍之地 如何不 所以很方便 他當時就向我說 欸 台灣的歌子戲 我聽得不懂耶 我們這裡 你覺得我聽得不懂 黃湘年演完以後 下門人 蜂擁而上 一邊跑一邊說 啊 台灣的華語才好聽 你是個笑聲 就是美聲唱法 所以這個文化 我舉這個例子 就是 文化 是不能亂來的 不要以為呢 創新 就是會的 創新 要懂得創新的 這個理論 才能夠 這個 不會做何路 就像 你是一個 負責整個國家命運的 領導者 你也要懂得如何治果 妥責的話 一天到晚催你 有多大懂事 結果會是好人壞事 會是忠誠誤國 那何況民不是好人 你又不是忠誠 那勿國有多大 本來要講對此事 那不及了 我們就講到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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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